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州 一個叫做羅拉市的警方就說 在星期一 即是昨天 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 造成至少六個青少年受傷 而嫌疑人現在仍然在逃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 在丹佛的郊區 一個警方的 data 上面說 在奧拉市中心一間中學的 北部有一個公園發生了槍擊事件 有五個年齡在十四至十七歲之間的人 現在正在醫院裏治療 當局說一個十八歲的少年 受輕傷自行去到醫院 根據美聯社報告 警方說嫌疑人離開了現場 身份是尚未確定的 當局說被送往佛羅拉多州 兒童醫院的三名青少年 現在情況穩定 已經和家人取得聯絡 目前就不知道這件槍擊事件 以及在星期日晚 在紀英里以外 一個十八歲的男子 致命槍擊事件 有沒有關係 警方表示 這間中學 現在已經被 用保安方法封鎖 任何人不得進入 但學生和教職員 可以在學校內走動 當地一個居民 叫做亨利馬丁內斯 告訴丹華郵報 他聽到公園裡最少有三十至五十聲 槍擊事件的槍聲 午餐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堆滿學生的 他說 這個令人難過 這輩子還這麼小 那就沒有了他們的生命 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也很對 美國的槍擊事件 實在上也發生得太過平凡 覺得人生命 是這樣就沒有了 其實是非常可惜的 但很可惜 美國那邊 似乎政府做不到任何事 很多屆政府曾經嘗試禁槍 都沒有辦法禁得成功 因為槍擊造槍的特殊利益集團 實在上是太過有影響力 他們控制著政府 沒有辦法做到禁槍 因此這些槍擊事件 不停地出現 其實這個是絕對不健康的 作為一個政府 其實要這樣槍 應該做得到 但偏偏在美國 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到